我們現在來操作這個移凳 從這邊 先用筆形工具 不一定要在遠點 老師現在沒有在遠點 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點一下 記住 不是用拖拉 點一下之後就移動滑鼠 告訴他你要的方向 我要的方向是400 有的同學 你們點400之後 看不到端點 沒關係 用滾輪縮放 就可以看到端點 好一樣 輸入之後 點 按Enter之後 一樣告訴他方向 再輸入200 告訴他方向 輸入200 告訴 好他這邊 這邊方向他沒有辦法幫你 偵測出來 可是這邊可以 你就負200就好了 一樣 線不見了不管他 因為那個是顯示的關係 好 如果不行 我們現在看不到對不對 好 先按ESC 好 先 點一下這個 等角圖模式 好 再縮 縮小一點 好 這裡 接著這裡再重畫 點一下 一樣 給他方向 200 好 在這邊 好了 之後一樣 好 再來 我們這裡要畫一個圓弧 這個弧線的工具 好 我們這裡要 這裡有兩個 那個直線 可是我們 要兩邊對等 我就給他 這裡再重畫一條線 好 比如60 這裡就會有一個端點 從這裡到這裡是60 這邊一樣 點一下 好 60 因為我們剛才60這個 數值有用過 他會認為你要再用這個數值一樣點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 你在 我現在示範一下 你在這裡就會有一個點 有沒有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 那個Schedule Up會自動把我們抓 某一個線段的終點 跟 最後一個點 好 點 點 好 一樣 再來 你要拉的方向 我要拉這個方向 它要突出去50 好 把它擦掉 好 一樣 這邊 我們要把它往 往真後 點一下 好 一樣 用輸入數值的 記住 我們現在都要輸入數值 好 把它整個選取起來 快速的在這上面點2 點3下 好 轉成元件 記住一定要轉成元件 好了 之後 記住 好 我們這裡 給它一個方向 給它一個方向 好 一樣 我們還沒有確定之前 按Ctrl鍵 好 好 它往這個方向380 好 因為它移動的時候 是算點到點的位置 點到點的位置 所以這裡是380 可是實際上它是總差 這裡 總寬度是400 好 OK 我們這畫出來之後 好 老師現在來畫這個 椅凳的部分 欸 凳面的部分 好 因為這個有節點 我們就可以直接 它幫我們靠起 好 再 一樣 20 好 一樣 把它轉成元件 好 這邊把它複製過來 我們錯鍵 好 所以這個椅凳的部分 就OK了 好 只是它的結構 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後面還有增加強的部分 好 我現在先教 怎麼把它立起來 有的同學 一定要把它立起來 好 我們先 把它 整個旋曲起來 好 這個旋轉在這裡 記住 這個是立體的 所以它有三個軸向 好 我們現在把它立起來 嘛 所以我們用這個紅色的軸向 好 點一下之後 再點一下 好 這個時候可以立起來 好 這裡一樣可以看角度 好 90度 好 一樣可以輸入數值 好 再來換來這邊 我們這裡要一個增強結構 所以一樣 它這裡可以幫我們吸附 好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高的部分是在 後面的數值 前面的數值 所以一樣 我們就譬如高是80 豆點 記住 這在輸入的時候是豆點 豆點360 好 OK有沒有 好 一樣這裡要一個弧線嘛 好 所以一樣我照剛才的方式 60 好 60 這裡好像沒有規範這個高度是多少 我先把它設30 一樣用橡皮擦在這個線上面點一點 好 這個薄片就出來了 好 一樣 這邊讓它往這邊20 好 好 所以 破掉沒關係 縮小 好 記住一定要怎樣 把它群組 把它轉成圓件 好 底下這個 也可以直接吸附 好 這裡 長短 高度就不限了 好 一樣 把它轉成圓件 好 所以我們做好的一個 雨凳 就OK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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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雲